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直徑0.1mm的一粒細砂 就是說半徑 直徑2R R的話 我們假設是一粒細砂的半徑 這是等於多少呢 0.1mm 然後他說 所含的原子 數目它的數量級 大概是多少 我們知道這個砂是由矽補成的嗎 他說矽 它的直徑 2R 矽的直徑是多少 0.25mm 就奈米 這個是矽原子的直徑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看 這裡面的話它有幾個 就是一粒細砂 它有幾個連細原子組成的 我們說那個 N 這等於 整個細砂它的那個 體積 3分之4πR的三次方 除以多少 除以3分之4πR的三次方 這個是等於 2R 除以2小R的三次方 2可以消掉 大R除以小R的三次方 2可以消掉 大R除以小R的三次方 這樣等於 2R是0.1mm 乘以死的乎三次方 2小R是0.25mm 2小R是0.25mm 1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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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m 1m 1m 2m 2m 1m 2m 是0.0.0.64 乘以10的8次方 這個等於多少? 等於6.4乘以10的多少呢? 1.2 所以是16次方 但是,這個大於多少? 大於更好10 大於更好10的話,數量幾? 這個要加1 所以,這約列等於多少呢? 10的呢?17次嗎? 所以,數量幾是10的呢?17次嗎?